这一关据说是一个雷子罐 不过呢你得这样看 这一关他说 用金斩花提供植物 场上有五株攻击性植物 必须开罐 僵尸罐至少两只红眼一只白眼 那我三只红眼和两只白眼不欺负你吧 其他的你也没有要求 那我就放这虎江了啊 现在咱们就正式开始了 我也不欺负你 就按照你说的要求咱们来打 第一个钓的植物呢是火炬树桩 很显然没什么用 咱们随便扔在第五路吧 第二个植物来了个大嘴花 那有大嘴花的话就可以直接开二三四路的浦江了呀 我估计很多人不记得被他把他大嘴花了 对前方三立的僵尸造成范围伤害 那既然是范围伤害的话 那咱们把二三四路所有的浦江 全都给砸出来不就行了吗 把天脸的浦江也砸出来吧 嘴哥应该是可以打得过的 断手了 ok没问题 这时候呢又来一个大喷菇 那有大喷菇的话 可以把五路两个浦江给打了 ok五路的僵尸搞定了 这时候又来一个高坚果 那一路的两个浦江自然也不再化下了呀 又来了一个双头射手 现在我们可能得停一停了 因为后面是三个红眼 两个白眼是吧就目前我们这些植物肯定是拦不住的 好终于是看到了蹦了一个樱桃 那现在咱们就可以炸巨人僵尸了 有机会咱们就开啊 我也不是说非要等全品的植物安置好 再打巨人僵尸 这摆明有点欺负人了 兄弟们 所以咱们有几率就开 好吧 这时候又来一个三线好家伙 三条路减速咱们的胜算更大了呀 兄弟们 啊 这么快就倒下了 还没有进入我的嘴格领域呢 你就倒下了 咱们再等几个植物好吧 诶 又来一个樱桃 这下咱们直接开两个兄弟们 因为灰烬呢只能用三次没办法 所以咱们能多炸两个就多炸两个吧 现在有两个嘴格 只要进入咱们嘴格的领域范围之内 我相信这两个巨人 毫无胜算的 哟 这个发芽来得好啊兄弟们 又能抵挡巨人又能给植物增加攻速 你看这三线和卷心菜投手我的天 又来一个三线要不要给他砸呢 咱们 感觉巨人应该没了吧咱们放在三路算了 对吧 打后面的巨人僵尸 我还有150滴血烂肯定没问题了直接拿下 现在就剩最后两个罐子了 直接出了吧两个红眼 我去又是樱桃 刚好这是第三发灰烬了兄弟们 咱们只能用三次灰烬啊 后面的灰烬就不能用了 那我们这叔叔能不能打过两个红眼巨人 僵尸了兄弟们 尽才一波 不能看结尾啊 认为我能打过的咱们打一个过子 好吧认为我不能打过的咱们发个狗头 现在有一个巨人已经丢小鬼了 这时候来了一个水场怎么办 上面一个巨人还有3000多血 还有3400多血 3300多血 下面一个巨人还有2000血 多亏有三线减速为我们拖延时间啊 但是三路的巨人先进入我的嘴格领域 把我嘴格给砸了怎么办 爆炸坚果墙可以炸吗兄弟们 爆炸坚果墙 啊 难道好像9500的才炸吗 这个版本的爆炸坚果墙不炸 三路的巨人僵尸要硬闯我的嘴格领域啊怎么办 你这样会危及到四路的巨人僵尸的 完了 砸掉一个 又来一个三线这个三线我看一下 直接放在二路打伤害算了 这时候我们要来个什么才能打过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巨人还有1900的血量啊 嘴格是在疯狂的咬但是马上嘴格没了 哎呀 现在还有1300的血量 现在我们就剩两个三线在打了 相当于一个双八射手 三线少可以吹一下 但这玩意不是无名把他击推不了啊 还有一千血 完蛋完蛋兄弟们又砸下去了 金掌花这时候给我来个辣椒呗 等等 我们刚才已经使用了三次灰烬是吧 那现在就是神仙都难救了呀怎么办 金掌花 不动如山 动辄 地动山摇 直接拿下 剧本都不敢这么演啊 但猪哥做的了 你就说值不值一个赞 怎么办呢 不动达 这个人呢 什么事呢 很好 我就说kah 以前 智云 走 但是